坐下来的话可能比你这个车价还要贵 五千七百块钱的林木北斗星 修车要花两千七八 大家觉得值得吗 哎呀我有点纠结了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云南的大理 自从回到了云南 我就跟修车厂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我又把我的小星星开到了这家修车厂 这是一家另外的修车厂 跟上家不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我已经把车子开到了一家修车厂 这边这家修车厂是我之前焊接车子大梁的地方 准备让师傅给我做个安全检测 看这边这个修车厂还是蛮大的 之前我师傅的车子就是在这边去修的 这它剩油 这下面也剩油 等一下升起来看一下 嗯好 看现在师傅都在帮我准备把车子升起来 放那个起重机 它应该机有没缺太多吧 看 看来还是得再往上升一些 这上面不太好爽 哎呀小星星 我的林木北斗星还是比较轻的 算是很多汽车当中比较轻的 所以有一个弊端就是 林木北斗星跑高速的时候 跑到一百一百二十码就特别的飘 所以大家懂的啊 这边太轻了 现在车子升起来了 哇升到老高了 对 你看我感觉怎么那么油呢 是吧 还是一样 它这个是漏的时间长啊 然后就这样子了 哦 因为这个这个油的话 这个是那个电器箱的油 这样 然后戴个眼睛 这个是那个发动机的机油 发动机的机油 妈呀 我以为变速箱不怎么算了 因为之前变速箱 它用AP交战了一下 你这个油底壳也是拿那个交战了 对 因为它之前在西藏玻璃磕破了 然后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先用粘了嘛 所以他是说现在油底壳 它在剩吗 还是说上面剩的 油底壳不剩的吗 油底壳剩的 怎么不剩 啊 你这里看进去 嗯 看见没 这个油 哦 它真的在剩油哦 就是油底壳里面开始剩 就是这表层 所以说得换油底壳哦 对 剩油的问题 您可以再帮我检查一下其它吗 就是 其它的话 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好像也在剩 这个是 好像都弄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没关系吗 这个 这个你要换也可以 换也可以 不换 不换的话影响安全吗 暂时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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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其实问题比较大的 是这个剩油的问题 嗯 那你 露的地方有点多 然后 露的地方有点多 哦 你先把这个油底壳退了 油底壳换掉 对 然后 上面呢怎么办 上面的话 上面露的小 你先不用管 先不用管 那边那个换个垫子就可以 嗯 所以主要是油底壳 嗯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就是你这个辨识箱 嗯 但不能 我不可能说换个辨识箱 换个辨识箱也太贵了 油底壳的话可能 但是你修下 你但是你修下来也一样的 一样 因为你这个 你要把这个辨识箱拿下来 然后把它全部拆散了 拆散了 嗯 你换这个壳 听话 前面露的 你看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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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偏膜了 这边的一些 钢丝都快要磨出来了 是 我要换 换胎对吧 换 而且要换胎 还要检查这些 胶套也能弄了 你看吧 还有 它这边偏磨 这边跟这边磨得正常 对 这边快要 那个钢丝都磨出来了 我的天 那换掉了 胎了之后呢 应该要怎么办 这边正常的 这边你看 这边刚换的 这边刚换的 刚换没多久 也是像那边一样的磨出来了 没有 因为破胎了 侧面 裂开 拆下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那种偏磨的现象 没这么严重 没这么严重 那我要怎么解决啊 这个 就是这个车 我还是想要继续开吧 我还不想换车 你要开到哪个车 我就是长途自驾游的 你说你下火 你早上要开到 我上次是在西藏 我就跑了一趟西藏了 东西是西藏的超难 这个咋整啊 可能这一趟跑西藏 跑得更加磨损厉害了 这个必须得要换了 没有 我已经西藏出来了 这个书下来的话 可能比你这个车价还要不一样 真的啊 对 那你总体下来 你能给我估算一个价格吗 就是这个材料跟人工 可以可以 看现在师傅又出来了 然后重新再看一下 等一下他要做个报价单给我 因为我这个车子 问题还蛮多的 然后他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刚好火 根本刚好火 妈呀 这么多的东西 他这个修理费比你差的贵啊 总的算下来这的 我算一下 先算一下吧 但是他没有加起来的呀 他那个人工费还没加进去 哎呦我的天呐 好了朋友们 我刚刚已经把车开出来 停在路边了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才大家也看了视频 知道了 报价大概就是2500到3000之间 而且还不包括了变速箱 如果说我要换变速箱的话 我应该是换一个二手的变速箱 二手变速箱 我估计也可能将近1000块钱吧 所以我保守估计也要3500左右 这一趟修车费用最贵了 朋友们 5700块钱的林木北斗星 居然修车要3000块钱左右 你能接受吗 我有点 啊 郁闷 不过 这个可以再回去想一想 老实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在把林木小星星再修一修的 因为我的小星星好开 轴距又短 然后车子又短 但里面空间要大 油耗又低 重点是油耗又低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修车的 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你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到时候综合参考一下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呢 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